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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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對不起, 我想一個人靜 好吧, 你偷偷吧, 我們不妨礙你了 李宗盛 站在這裡幹什麼? 怎麼樣?怎麼樣? 跟你康復了嗎?有事不就自己問吧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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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找到一個男生真的這麼好 是,Beefus的確確是個好男生 更何況Anson的年紀也不小了 不是 感情的事讓Anson自己處理 我建議你們進來 就是想和你們交代清楚 Anson會繼續留在這裡幫我 我會稱他為正式CEO 沒有人反對嗎? 沒有 我希望你們繼續配合 盡量去幫我Anson 會,我們會的 大家看回手上的文件 都知道大姚先生 已經委任姚小姐正式成為CEO 姚小姐有些話想跟大家說 其實一切照舊 大家好像跟平時工作一樣就行了 至於行政理念方面 也是跟著大姚先生的那一套 做一個項目可以繼續 至於行政方面我們會有一點改革 公司價格會留意調整 以達到開源折留的效果 增加公司的邊際利潤 配合公司長遠的發展計劃 我們甚至會探討一下 將公司上市檢見這個可能性 上市? 大姚小姐,很多年前大概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結果… 二叔,我跟大姚先生都談過了 不過這只是一個很初步的舊師 我們除了要平穩發展之外 還需要穩妥求疑 而且開源折留也是一件好事 以後我會看緊一點 所有部門的工程報告和員工評核 都需要經過我過目 還有簽名核實 希望各位配合 Anson之前做得不錯,沒什麼問題 對,年輕人有憧憬,好嗎? 她盡點更好 我絕對投這個贊成票 以後如果還有什麼新界的人 不妨跟他們說 最重要是對公司有利 多謝各位的支持 好,有時候吃飯了 姚小姐想請大家吃一頓飯 話不投機 不去 不好意思,我也約了 我也約了人試車,慢慢吃 沒關係,普通吃一頓飯 有興趣就一起去吧,是嗎? 你去什麼? 一起去吧,一起去 大小姐現在就坐在CEO的位置 而太子和三太子 現在擺明不可得出面了 大小姐才吃飯也不夠,這麼耍 不過大小姐不是善男信女 所以避得就好避 你真是說風涼話,跟小一個老闆 我和俊哥有機會要載大小姐 服侍大老闆,你說多難受 俊哥 辛苦 你這麼早回來幹什麼? 當然早回來,沒得做了 三太太解僱我了 這麼糟糕?你還要解僱你嗎? 不是啊,總之他心情不漂亮 謝弟二說我這件事,總之就是解僱 心太太,心情不漂亮 兒子上不了位 那就謝弟找你發洩吧 你真是不值得了 公司大風暴 想不到第一位犧牲的竟然是我們 這群小司機 老闆心情一樣是這麼差的 我以為我聰明一點 我下去先把車子抹擦 進去了… 我去吧 我去吧 是不是跟偷廳那件事有關? 你怎麼開車的? 對不起,三太太 你開車也不行 而且收風偷廳你又做不到 人家現在留下來正式做司機 你又不知道,真是用 我養你幹什麼? 讓我聽 行了,做司機做得好像無間道似的 我也不想做了 不過沒了工作就沒薪金出 媽媽又有病 之前欠你的錢我還得了嗎? 錢小事而已,慢慢還吧 伯母有什麼需要的儘管開聲 我幫都一定幫的 之前我不是可以介紹你開小巴嗎? 對,你什麼時候可以隨時開聲 可以開工了 真的嗎?伯母,謝謝你 是嗎? 反正我也沒得了 不如我幫你晴晴回頭聽聽聽 不用了,過去了就有了 開工 好 又有新功課嗎? 這裡有幾份不同部門的員工 評核報告 你看完也需要一段時間 怎麼值得?看看公司的寶貴資源 提醒你,你的司機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叫Cindy叫他六點鐘走 到時候你沒有司機用 好,那叫他準時下班 其實我已經幫你見過幾位司機 不過每個人都有些問題 一個是鼻敏感,一個喜歡賭錢 一個喜歡北上,一個兩頭住家 有一個是好好的,生活健康又省家 不過駕駛資歷就淺了一點 資料都很詳盡 一般的履歷不會看到的 Cindy,你也調查得很深入 還是謹慎一點好,疑人物用 我不希望再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 這個也很貫徹你的一貫作風 不過,適可而止 今晚要不要請你回去? 不用了,還有很多事要做 我坐的士回去就行了 這樣啊,那我先走了,明天見 別做這麼晚了 行了 再見 再見 楊小姐 不是通知了你上時下班了嗎? 就算是最後一天 我都要完成最後的工作才可以下班 現在已經七點多 如果我一直都不下班的話 你打算等我什麼時候? 盡責我是原生 不過還是看線的 如果過了半小時見你還沒下班 我會把車時交給交通部駐館試管署 謝謝你 應該的 其實你一直都很盡責 會否考慮繼續留下 是,謝謝楊小姐你的好意 不過一起工作最重要是有信任的基礎 如果有人侵犯我的私隱 甚至騷擾我的家人 我接受不了,不好意思 不過無論如何 謝謝你幫我兒子進入了這麼好的學校 我派人車之後會走了,再見 謝謝 余先生,你上次叫我調查這幾個人 我調查過他們也沒有犯罪紀錄 你們公司也挺嚴密的 請過司機也要全都要抵抗 不關耀光的事,是我自己的意思 是的… 謝謝 謝謝余先生 怎麼樣?給了多少錢?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阿星要辭職 原來你找私家偵探查他 除了私家偵探之外,你還做過什麼? 我開過他鑽鑽 好像有點過分 我是想保障你 我完全不認同這種說法 以後不要再這麼做 他有問題,我才查他 對,我知道這樣做是過分了 但事實上還有可疑 上次戴瑤先生給物業理的時候 是葉律師,你告訴他 不是他說,還有誰說呢? 真的不是他 今天早上有人來找過我 小姐… 瑤瑤小姐,不好意思 我有點事想跟你說 如果我不說,我心裡很不舒服 是三媽找他的司機 在我的車裡裝偷聽器 阿聰 這件事被阿星發現了 他同情他,保護他,幫他隱瞞 你這次真是怪錯好人 你這次處理這件事 真是太意氣用事了 你平時那份冷靜去哪裡? 阿聰明 我幫你 不用了,抹得細細白白了 不要緊,反正你的手濕了 兩個人,四隻手抹得快點 你就可以早點回去陪我望仔 別忘了 對了,你有沒有聽見Polyn說他很想吃澳門的行人 還有,望仔說還沒見到大三巴 剛巧我有些證券 又包吃又包鑽,又包船飛 不如這樣吧,你明天反正有空 我們去澳門玩玩吧 明天? 明天阿權和阿威要做兄弟 我會頂兩間 我想明天不行,你找朋友陪你 不要緊,反正那些證券是無限期使用的 下次等你有空,我們一起去吧 你幹什麼? 沒有,我看見香精沒有了 打算替你換過新的 不用了,這些事我自己辦了 謝謝你 不知道是看著阿K做什麼 姚小姐 可不可以跟你說兩句? 車子還沒抹乾淨,是不爽的 我只是跟你玩 幫我抹一下快刀後鏡,麻煩你 好,來 謝謝 謝謝,謝謝 上來吧 找我有事了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你說侵犯了你私人 阿聰來找過我 他把整件事都說給我聽 阿聰,還有余先生開過你的鑰匙 不過他事先沒得過我同意 我今天來是想做兩件事 一,我想向你道歉 余先生應該過分了 不,不過他這樣做是為了在公司著想 他不是刻意針對你的 對不起 第二 阿聰明,你可不可以當我司機嗎 你不用現在回答我 你可以慢慢想 但我真心想你留下幫我 你是一個值得信任的司機 你說得我這麼好,若我拒絕就好像很小器 你幫忙兒子進入小學 他還沒開學,我又不做 像過橋抽板一樣 你別做到他開學吧 不是,我是校監 我是校監 弟弟,糟了 有個女人很生面子來找找新地 不知道有什麼事 這個中數很難接的士,我載你 全包了一輛小巴,會很貴的 這程我送的,不過也要扣安全帶 糟了,他們好像想開車 糟了,這樣… 你們去哪裡? 早安 早安 謝謝 不好意思,余小姐 來,下雨了,我打算開著三飛機 聽聽加洞的情況 好 我很喜歡這首歌 《Every promise I ever made》 你也認識嗎? 是的 這首歌是Marcus的成名作 他雖然是美國歌手 但他很喜歡把愛爾蘭文堯和Bruce結合 形成一種很獨特的風格 遙遙小姐也很重用你 對, 我想事先聲明 之前查你的事是我個人的旨意 跟公司無關, 亦跟姚小姐無關 我想你… 田老, 如山 我真不明白你做過什麼 令姚小姐這麼喜歡你 我又覺得真是非請你不可 不過你給我一個機會 更加注意你 好 好, 雖然證實了洩密的事與你無關 但是我對你還有保留 記住, 做好你的本分 在公司不要走差也答錯 如果你違反了公司守則 我隨時都可以解僱你 我知道, 留在我的帖子 余先生, 你是不是跌了東西? 沒有, 我沒有跌了東西 不用這麼大反應, 余先生 我想這枝筆應該不用五百元 沒什麼事, 我先開公司 今天開這個會 主要我是有個想法 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公司有計劃想把電腦系統提升 以增強的工作效率 所以我們需要將科技部門的預算提高 我不會批的 你一定要搞清林計劃 清林計劃放多少錢進去 簡直跟賭水沒有分別 做完之後又沒有即時效益 我這個做體數的, 不看得如何 你怎麼可以 平行收益這一點我也明白 你明白就好 不用我浪費口水跟你解釋 所以我想了解決辦法 其實各個部門可以進行架構重整 譬如說, Jason和Ryan 你們的部門可以重新調配過的人手 這樣就可以節省了預算 撥到技術的部門 為什麼要是我們的部門? 我們每一季都有成績 而且還幫公司賺錢 如果這樣也剪掉的話 我覺得很不合理 我也是公事公辦 還是你想削我們權? 我清楚再說一次 我是對事, 不對人 好, 你現在是主席嘛 你決定吧 錢解決了, 要提升電腦系統 不是只剩下口, 還要資源配合 Ivan, 你怎麼看? 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行的, 升級了電腦系統之後 就可以即時增加工作效率 好, 那你打算要多少時間? 一個月 後排輕輕, 怎樣才好 我… Ivan有信心, 我就讓他試試 站住 怎麼一進來就進房間? 我吃了三文治 我想進房間開電腦工作 先吃飯吧, 一會兒再開電腦 你… 你不是盲中中 什麼都幫你唐姐姐 她是深紅 賞上Ryan和Jason的權力 她只是利用你做工具而已, 傻子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否Anson不是這樣的人 你可不可以這樣說他? 是嗎?你懂得看人嗎? 剛才在會上, 我特地問你一句 給你機會拒絕 你還不聰明說行?萬一你搞不定 來吧, Jason和Ryan就借了一些事 搞大一件事 你怎麼會做人棋子這麼傻子 你看看, 說你兩句 送都搞不定, 怎麼做大事? 從小到大, 你什麼時候聰明呢? 你什麼時候令我驕傲過? Anson 你怎麼回來了? 我弄了心太軟了, 特地拿給你吃 看來我們都是同病相連 今天Jason和Ryan開會的時候 這個臉口 我知道他回到家裡 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所以就留在公司工作 那你呢? 不如這個工作給另一個人做吧 二叔又說你不行? 我知道你對我好, 給我機會 但是我… 但是你讀電腦的 你在IP部門做得很好 我真的好像怕爸爸所說 做得不好就令你失威而已 你很好, Ivan, 你很好 我現在真的很差勁 我相信過的, 幫得我忙 我們一起為月光做點事, 好嗎? 你真的覺得我可以? 我一直都對你很有信心 你記得嗎? 我們小時候一起去參加 網球雙打比賽的 拿貴軍的 記得 還有參加了那些創作飛機模型大賽 然後還拿貴軍 之後還拿貴軍 我們兩個雙劍合逼, 一定天下無敵 好 我盡力去做, 希望不要令你失望 這個心態院來得剛剛好, 我有點肚餓 我自己交了 你真好, 肯收留這隻大綿羊 你這隻綿羊放在街上 我怕吃牛干吃得太快 我哪能猜到它 這麼晚都會走來抄才行 我應該趕快去拿走它 誰知道我還能吃得到 我幫你交一下 我臉皮是巧, 不過我也會不好意思 我自己交了 那隻綿羊的樣子在這裡 這樣抄法真的要算很久 這麼糟糕, 不斷被抄, 又找不到工作 那你有沒有檢討過那個原因? 那這些有很多原因 要不就薪金太低 要不就別人的顏目學力低 不過找工作這些事不急 給我一點時間 我今天公司IT部出了個照片欄 對不對? IT是我那一份, 不過這麼困難 那嘗嘗不要壞, 反正你也沒事要做 你自己決定吧 你就是溫柔地推我吧 我不吃, 羊也要吃 我怕 早安… 我約了來見IT部的 身份證, 麻煩你 好, 梅小姐, 這個你先掛在身上 我現在帶你IT部, 這邊 Ivan呢?這個小姐來見工嗎? Ivan走開了 那你坐在這裡等等, 填完資料吧 好, 麻煩你 楊小姐 楊小姐… Ivan呢? Ivan走開了 那好吧, 我在房間等他 好 死機 不是吧… 什麼事? 阿卡的Betty是USB, 中毒 我打算幫他救回資料 但是他的毒就把我抹在我的電腦上 Ivan在哪裡?他受惠會弄的 這隻毒叫C.I.J. 它會令使用者系統上的所有信息都消失 甚至乎會重置過所有系統的BIOS 很多人都弄不住 我的資料很配搭 不是吧? 我有辦法, 不如讓我幫你吧 好, 搞定了 厲害… 謝謝你, 真是很頑皮 這樣也被你救了, 真是要給你點讚 剛好我前兩天中過這個賭 所以我下載了一個破解程式 不然我也幫不了你 稍後把程式插給我們吧 好, 沒問題 麻煩了 我先填上一份房子 謝謝… 你是來… 我是來見伯母報的 這份工作很適合你 真的? Ryfan… 你在哪裡? 你好… Anson? 什麼事? 電腦剛才發生了問題 不過這個小姐剛才解決了 梅小姐表現得很好 我想你可以認真考慮請她 好 好 慢用吧 原來你是社會部的主管 你不知道我今天來見工嗎? 我最近比較忙碌 通常都是George安排的 她說面試的東西出現就可以了 為何公司請人不介紹我? 怕尷尬嘛 你又說不想再見到我 怕什麼?上班而已 這裡有沒有熟人? 一坐正的位置又說要割人手 又說要割預算 你不知道你想做嗎? 想玩我們吧 精眼架構 那些人怎麼弄? 那些人打麻將洗牌來過 怎麼採握她也傻了 你真正確嗎? 那不熟臉口吧 我好像看到上次派對裡的人 在收藏處 別忙了, 走吧 Ivan 急著去哪裡? 開會嗎?怎麼樣?不認得我嗎? 我想你認錯人了 你上次的制服那麼瘋 我怎麼會認錯人呢? 我沒見過你, 你認錯人了 不好意思 都說沒認錯了 你是上次那個啤酒妹吧 你有點熟臉口, 對… 你也說是吧, 怎麼樣? 沒有在樂視佛台上做嗎? 沒有了, 轉行就在寫書樓 我們這棟? 哪家公司這麼好聘請了你? 是我的社會部 你呢? 聰明, 認識美女也不介紹你 還聘請了, 聰明 Anson叫我們開會 叫我們現在回去吧 不是吧?喝一杯也不行 再去喝吧 走吧, 再見, 美女, 再見 都說有水人了 她在這裡上班嗎? 她是我同學哥 原來是親戚 不過不要緊, 她也不認得我 我想她上次已經斷了影片了 那我下星期上班了 好 看著我吧 知道 很棒, 莎姐 Poli給了你二百元而已 可以買到這麼多食物 哪有呢? 你找到工作嘛 我當然要買你最喜歡的食物給你吃 全部都是姐夫最喜歡吃的, 但是… 哪有呢? 男男女女都喜歡吃 你去看看, 別玩兒子 我玩兒子 王仔, 怎麼這麼不開心 好多食物, 王仔 忘了, 倒會的食物可能有很多美精 不過不要緊 沙姨姨做了兩味, 你可以吃的 王仔不用怕, 有好東西吃 你好… MK妹… 好,我也有開箱大餐飾 好,你們看著有東西吃了 好,開飯了… 再見… MK妹,現在這樣就好了 我踏踏實實找一份工作 對,正經工靠實力 為何我做模擬拋頭露面 放置一份工作 和我心理哥和公司有個照應 阿Long,我買了一份禮物就賀你了 是嗎? 看你我的頭盔都夠了 買另一新的,送給你 但我的頭盔還可以用 是呀,那你有時候載人 或者我跟你的車的時候 都可以用,對不對? 是呀 好,謝謝 網仔,可否幫我聽聽電話 好,麻煩 喂?找誰?我是網仔 喂… 幹什麼? 不知道,剛才有個醫問我是誰 我聽 喂? 不用了,我不要了,麻煩你 又是那些無聊電話 問你減不減肥,借不借錢的 是呀,這麼晚經常都有 怎麼樣?怎麼樣?好吃嗎? 好 好 難怪你送了頭盔給我 原來想我和你去遊車吧 這次你只適合一半 什麼適合一半 剛才記得聽人的電話 偷偷看新地哥 那就看看究竟誰弄得我們MK妹 這麼坦荊不安 走吧 你姐姐真的回到香港嗎? 那就好了 她叫我不要告訴其他人 其他人只有新地哥 你覺得新地哥見到你姐姐會接上她嗎 我不知道,我也有問過她 但她也給不到答案我 感情的事真的很難說 不過也好,你又不用這麼辛苦 每次一聽到你姐姐的消息 就馬上去其他地方找人 我知道她終於願意回來 我是挺開心的 那你不就是以後都不用離開 永遠都留在這裡 怎麼了?你很捨不得我嗎 我很捨不得你 免費司機,這麼難得 我又說要載你嗎 你這麼大的人 還出來走貪過癮嗎 應該正正經經拍拖 香港有很多好男生 你說你嗎 算了,你一天跟我決定 我的條件這麼好,有很多人追求我 你我真的擔心了 認識你這麼多年 你怎麼沒說過你拍拖 你挺八卦的 你不是說美嗎? 哪美?燒美? 如打包換真漢子 這裡沒人,我打開櫃 讓你走出去,勇敢點 你打開櫃,你看我摔不摔下去 芮莉已經搞了三次來 問真簡架架的事 要我放屋之前交換密切給她 沒有,還不行 但是姚小姐她… 都說還不行,你還問? 出去吧 Jason 是 什麼事這麼粗糙呢? 不斷不停吹,怎麼精簡? 我不認識 那很簡單,她要生水喉 你就跟她生得盡 所有事都是總理主意 如果她要做壞人,讓她一個人做完 發生什麼事? 我們要解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走? 你說要重整架構,不是嗎? 但是這樣不是兩回事 我們已經研究過自己的部門 大陸的隊伍就不太足夠人手 想到香港就調兩個帳去幫忙 誰知道他們不肯,還辭職 我都安排了三個帳去物流部 不過他們每個都說 如果要調貨倉就寧願不混 我還被你省頂臉皮 其實我很明白 精簡人手是公司的議員 但是如果員工不肯 我們夾在中間也沒辦法 那倒是 好,謝謝,你們可以回來了 謝謝 Jason和Ryan最努力的也算是這一局 你一句話而已 他私底下做了多少事 明明將你妖魔化 讓人家以為你是一個手起刀 亂來炒人的大魔頭 他們的用意我當然明白 不過這麼多美常不是一件好事 順便可以清清公司的語血 三個老臣子赤住蓮之內和裙帶關係 各有問題,而且越來越嚴重 我自己都給他們機會了 死不悔改也是時候離職 但有兩個是無辜的 馮子國是Jason那邊的人 林勝華就是Ryan那邊的人 我看過他們的評核報告 他們也做得很好 那你幫我談他們回來 還有,加他們三成薪金 好,炒了三個薪金這麼高的老臣子 交給兩個可以做事的人,對的 大小姐,連自己的弟弟都動了 整個部門還炒好幾件 還有一段時間賺錢 公司聯,哥哥部門都有問題 遲下連世耀山的部門都要交人 糟了,隨時殺了你,死定了 新地哥,你就鎮定吧 李老闆是炒人的那個 你也是他高薪禮拚回來的 有什麼事 一定要看著我們這些矮民 大象是不會無緣無故踩死一隻矮的 除非你總是要站在他的腳下 他只會打臉,很高 高… 新地哥,李老闆現在當時得靈 你說什麼就行了 你老闆和老闆不妥 我先坐好一點 大小姐不解僱我嗎? 細耀山也解僱我 總之聽我說沒錯,兩個字避 時間吃飯,我先避一避 我也避一避 遲要我避 昨天有行家的裙子很漂亮 不用說,你一定買了 不買又怎樣做一次事件 不如今晚打回六個洞吧 好啊 真棒 還好,還有一碗最燒烤的 楊小姐… 我想去洗手間,我陪你 我都留了錢包,先拿回 我陪你 我先拿錢包,我不用拿電話 我先拿錢包,麻煩你等我 謝謝小姐 楊小姐,要有咖啡廳嗎? 不是,我打算出去 來,帶東西回來吃嗎? 是 那你吃東西就行了 你出去吃飯,不如我請你 好 魚小姐,我想到誰吃飯了嗎? 還沒想到 不過其實只是想出來休息一下 你是不想去二口咖啡廳嗎? 那些人看見你吃得不自在,無謂吧 對了,剛才謝謝你 別客氣,不過你還是吃飯的 有餐廳的,有餐廳是不錯的 好像在海邊前面的,你…你前進去 好 你怎麼這麼巧沒開門的? 那不如去第二間呢? 楊小姐想去哪兒? 有點趕時間,還要開會 我帶了三文治,不介意的東西分享 我自己做的,挺好吃的 好 這三文治好吃 煙肉怎麼樣? 我喜歡的味道,不太鹹 煙肉也是自己做的,外面買不到 這次幫我兒子煙三文治的時候 煙一份給自己做午餐 對了,你兒子有食物敏感 不可以忍耐吃東西 上次,不好意思 其實我也想問你 你看過我兒子的牌子 為什麼還會給他吃朱古力? 你兒子很聰明 有機會告訴你 好 你兒子有你這個爸爸做愛心餐 真的很幸福 沒問題 不過兒子是一個問題兒童 有很多問題 我今天要做三文治的時候 他就考慮我,三文治是怎樣來的 你懂得回答他嗎? 三文治是… 屯仔十八世紀英國有個貴族的三文治 而且伯爵很喜歡玩橋牌 經常玩到廢棟忘餐 伯爵夫人就特意發明了一個很方便的食物 讓我一邊玩橋牌,一邊吃 那些朋友看到就將這種食物 用伯爵的名字命名,叫三文治 不過我跟兒子說的那個是童話版本 貓和狗因為肚餓 就偷偷走到農莊的廚房去偷吃 後來被人發現了 然後他們就拿著這些食物 逃跑回森林裡 然後他們還將這些偷回來的食物 譬如生菜、麵包、芝士、火腿 這樣混在一起吃 發現很好吃,於是三文治就這樣誕生 你怎麼會知道的 怎麼了?覺得很奇怪 即是很難將主席和童話故事 聯想在一起 其實我媽媽經常說故事給我聽 你剛才說的童話 應該是貓和老鼠,對吧? 不是貓和狗? 我不是很肯定 我回去問一下 問到的話,告訴我吧 好 我或許幾句說話令你痛傷 我還沒忘記我有別人欣賞 我就是我決心堅守理想 無需要脹氣 平凡都可有美 靈時 添補開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